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多少年的追尋 多少次的口 香愁是一碗树 香愁是一杯酒 香愁是一朵雨 香愁是一盛情 你眼神歪迹又无尽 日久它香尽故乡 留下你可记得 徒弟的方向 大妈你可知道 耳鱼的心肠 一碗水一杯酒 一朵云一生情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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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江西省的腹地吉安 坐落着一座千年古村 唐朝末年 欧阳市的仙人 见这里山清水秀 土地肥沃 借用江子崖垂吊的典故 把这里取名 吊源 一千一百多年来 欧阳市的子孙 在这里日出而坐日落而息 已经繁衍到了第四十四代 一百五十多栋明清时期的古民居 错落有致地分布在村中七口池塘的两岸 欧阳市的后人始终遵循着祖先的教会 守护着仙人留下的家业与传统 在调园村 每当孩子们上学的第一天 都要在长辈的带领下 前往文中公寺里 举行启蒙礼 这是开导蒙昧 让人明白事理的仪式 也是追思祖先 教育后人的时刻 对于即将进入校园的孩子们来说 这是他们人生重要的第一课 孩子们 你们今天已经上学了 要牢记护母和老师的敦敦教会 延续我们欧阳市家族文当结义的光荣传统 努力学习 努力学习 天天向上 天天向大 年行一致 年行一致 品行端正 品行端正 爱护老师 文中公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的嗜好 他的一生以文章结义文明于世 光耀家族与后人 在纪念他的祠堂里举行启蒙礼 既是对他的尊崇 也是教育家族的后人 要以先贱为榜样 传承家族的结义精神 欧阳修老先生 他是中国文坛上的领袖 能够发扬我们欧阳市 结义这一点 我穷小也是受过启蒙礼的 我现在六十多岁了 我一直传承下去 每年都这样传承下去 在钓园村人看来 结义是一个人所坚持和秉承的道德情操 也是为人处事的原则和规范 在家族中 每次举行启蒙礼 都是一件神圣的大事 这一天 长辈们会一早起来 为孩子准备好一份特殊的礼物 大蒜 寓意着孩子算数清楚 香葱则希望他们聪明伶俐 简单的物品背后 寄托着长辈们的希望 教导着孩子要清清白白做人的道理 古时候 钓园所在的吉安地区 被称为庐陵 私人建书院的风气兴盛 自宋以来 人才辈出 有着三千进士惯华下 文章结义堆花香的说法 钓园村的先祖欧阳修 文章与品德兼备 是最为杰出的典范 相传 欧阳修小的时候 母亲教他在沙地上 用树枝写字 这成为中国有名的 画笛教子的典故 也是钓园村启蒙里的渊源 后来他身居高位 王安石 苏氏 包拯 司马光等人 都是他举荐培养的人才 在他的带领下 开创出了一代新闻风 欧阳修的功德与品行 让欧阳家族的后人 树立了以杰义为志向的人生追求 在欧阳家族的族谱中 详细记载着先人对于杰义精神的理解 以东是君 以孝是清 以廉为利 以学列新 做各项事情都有它的原则和标准 不是以这四句话为标准 中 孝 廉 学 四个字 让家族的结义精神 形成了具体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 在族人看来 结义不是高高在上的精神目标 而是实实在在做人做事的道理和原则 在调园村 有一座欧阳家族最为看重的祠堂 敦序堂 与其他祠堂不同的是 敦序堂里有一大两小三口天井 它们组成了品字型 按照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 这种祠堂 只有家族中出现过著名的先贤才能建造 五百多年前 调园村的先祖 把结义作为家规祖训流传下来 后代子孙便在村中最为醒目的地方 建立了这个品字型的祠堂 此后族人祭祀祖先婚丧嫁娶的重要活动 都要在这里举行 站在厅堂中 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祖先的告诫和劝勉 这种品字型的结构就是对结义精神的传承 是还原先祖也是告诫后人 不管是做官的 读书的 经商的 仲钱的 都要讲究品味 作动品行 追求道德 把这个结义的精神落实在品质上代代相传 作为村里的年轻人 欧阳小斌也从小在祠堂里接受过家族的教育 老辈们说的道理影响着他的一生 我爷爷说的他深圳不怕影子 抬头三尺有森林 你不要做亏心事 你要做个正人君子 堂堂正正的 不管走到哪里都问心无愧 近年来 秀美的钓园村吸引了众多前来旅游的客人 村民们就在自家的小院里开启了农家乐 欧阳小斌也在五年前开启了餐馆 有一次 当客人离开后 他捡到了遗留在店里的一个皮包 打开一看 里面竟然有三万多元钱 当时我就一口气就跑到那个停车上去找 他说感谢 感谢 我是举手治疗的事 不包括是我 帮我们村里好几个人捡到了 也给人家 村子上的人 村普 这子子贝贝可能这样传下来 一个家族有好的传统非常重要 而良好的教育才能让好的传统得以传承 即使没有人看到你的行为 也不能做亏心事 对欧阳小斌来说 他的父母在培养这种行为和品德的过程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们要注意 我们要注意 我自己把孩子 跟人家打架 打到人家出了学 老师要他拿钱去上幼 把我这个烧摇在前面 偷掉一半去了 犯了事就要你溃到这里 你不听话 你听话吗 你就要问你 听话吗 你以后犯吗 不犯 记住了吗 记住了 快去 起来 你不得意 你不忍溃到这里 在调园村 父母教育孩子的时候 会让他们在祖先的牌位前认错 祖先的教会 也因此成为无处不在的道德约束 一个人的品德是否端正 行为是否正直 祖先都会看在眼里 正是这样严格的传统教育 让这个小时候偷拿大人钱的孩子 长大后成为剪刀巨款 却不为所动的正直之人 在调园村 保留着许多祠堂和牌坊 在村民心中 最让他们感到自豪的 是一座终结地牌坊 牌坊的主题是终结 你看两边这个对点 终结村心足万古 文章一直值千金 说明了众局不仅仅是当官 包括一个人的人格操守更重要 接近的精神要代代言传 历史上 调园村先后走出过九名进士 三十多位举人 二十多名无品以上的官员 在欧阳家族的先人看来 考取功名的目的 不仅仅是为了功名利路 而是获得一个为国为民做事的机会 虽然家族的子孙后代 很少能够像先祖那样官位显赫 但是无论做人做事 打都一身正气 明朝政德年间的欧阳崇 在出任云南巡抚时 体恤百姓振绩灾民 减轻赋税 使当地的人们安居乐业 后来他不愿攀附权贵 宁愿辞官回乡 教书育人 也要保持先祖传下来的 结义品德 他主要是对那些贪官务力 看不惯 后来在民事里面 给他立了转 民事一般是为帝王长相立战的 为一位忠诚官员立战 这是很少的 可见他真正传承了我们 调园先前 那个结局的精神 正直 刚正不顾 明朝中后期 经商的风气逐渐兴盛 一代代的调园人走出家乡 前往湖北 广东 四川经商 他们历尽艰辛 积攒财富 创造了鼎盛一时 有着小南京之称的调园古村 富甲一方的调园人 没有旺季根本 他们把教育子女 看成是最为重要的事 村民都会把家规祖训 刻印在墙上 每天引以为鉴 居生无济质负 顺子要有移方 来穿一碗之菜 磨印过粮之间 一碗之菜不是你崩分的 不是你老曾说的的 看到人家的顺身前要 这就叫一碗之菜 今年已经76岁的欧阳忠林 每当讲到家族的历史 都十分激动 欧阳忠林最高兴的 是给来村里游览的人们 免费当导游 讲述村庄和家族的历史 这对他来讲 既是义务也是荣耀 讲解结束后 欧阳忠林拒绝了 和游客们聚餐的邀请 回到家里吃饭 十多年来 这种习惯从没有改变过 在他看来 村庄的文化 是属于所有村民的 他不想从中 为自己谋取利益 因为我当时 理由工作就十几年了 那个时间免费一点 一天就接点人物好大 整饭根本没有吃 一直让我从早上见机 八点来见机 今天晚上五点 我会不幸福 不累吗 不 累是累呀 精神鼓励的我 人家愿意听 我付出的 付身的收负 有这个美好的东西 你管的吗 我就不感觉地寂寞去的 我真感觉的 池塘里面的派遍 祖赠的美好的传世 那是我们欧阳士的家吗 我现在欧阳士四十二代 我是他的后代 我他人的精神是太好了 我一定要把他集成 传扬下去 家族的传统 让欧阳中林在日常生活中 注重品行 追求结义精神 即使是游客的一份礼物 一笔酬劳 或是一次聚餐的邀请 他都一一挽聚 在他看来 利益的得失并不重要 来自游客的认可和信任 才是他看中的一份荣誉 这一幅 什么文化剧 你看这一幅 清晰 古原 景征秀 直追先贤 品质高 追先贤 就是追 我们的欧阳修老祖子 先贤 我要很好的努力 对我的这个顾虑性好大好大 劳有所乐的欧阳中林 就是凭着这样一份真诚 获得了友谊 收获了快乐 一张张和游客合影的照片 成为了欧阳中林 最为自豪的精神世界 在他看来 能够传播村庄的历史和文化 让他的生活过得有意义 有价值 由于血脉相承 祖上的荣耀 也使得后人格外注意 自己的言行举止 爱惜这种光彩 家族的子孙 要时刻注重自己的品德 不令先祖蒙修 在调园村 随处可以看到高雄入云的古张树 村子里 这样的张树 足有两万多克 很多都是两三个人 才能合抱起来的大树 古张树散发出的香气 护佑着村庄 让这里的庄家不受宠害 在村民看来 他们种植树木 保护树木 树木的茁壮成长 也寓意着家族的兴旺 有这么个话 一直传下来 张树灯灯 华字华声 柳叶层层 万户长青 一代一代那么传下来 好的爱护案 确实不能等他一顿 所以一直到今天 那些村民们 还是那么爱惜他 张树材质优良 是制造家具的好材料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欧阳中林 经常能够遇到 来收购张树的商家 但是 调园村的村民 把张树看作是 家族里的一份子 面对金钱和利益的诱惑 他们始终不为所动 上世纪九十年代 一棵三十多年的张树 就能卖到几万元 这对于当时年收入 仅有一千多元的村民来说 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然而 不仅村里公共的张树林 没有卖掉一棵 连村民自家的张树 也没有人愿意出售 这边谷不会卖这个张树 这是好像是卖紫子一样 还会去卖这个谷 创业里面 这个田里面 这个框树都有这个小的 都要长起来 建房子都要弯过去 这里有张树就不能挖掉 每个这个清洁来到这里 是我们这个村庄好 那天也不要 不要那么电扇也可以 这个蚊子也没有 人家也是点蚊子 也是这样那样 我们这里什么都不要 好舒服 如今 随着张树林的繁茂 村民们得到了 来自大自然的恩惠和回报 游客们喜欢到 调园村来观光 村民的收入因此有了提高 过上了舒适的生活 民间社会的老百姓 他们接受的东西 它一定有些基本的原则 比如做事 一定要有讲基本的操守 特别是调园这个地方 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是你怎么样在宗族中间 做好自己宗族的一份子 等到他们在这样一个氛围中间 被培养成功了以后 大家知道已经合理的一个走法 应该是治国平殿下 高到了民族气节 这个高度的时候 是高度上的 一个人有了结义的精神 就会有远大的人生报复 尤其是面对国家民族威望之际 能够义无反顾地站出来 抛头颅洒热血 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国家主权 人的结义之志 甚至比生命更重要 更宝贵 欧阳家祥 就是一位从调园村走出的 结义之士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在民族威望之际 他走出家乡 参加到保家卫国的战役中 直到新中国建立 1955年 欧阳家祥被授予少将军衔 成为一位开国将军 2014年9月 调园村的村民 对祠堂进行了修缮 按照传统 在重阳节的时候 村民们便会举行 隆重的祭祖大典 祭祖 既是聆听祖先的教诲 传承家族结义精神的仪式 也是缅怀家族的先贤 让后人能够铭记在心 欧阳新华 是欧阳家乡的儿子 自从父亲去世后 每到家族举行重大的祭祀活动 他都会替父亲回到家乡 父亲相情很重 就是对家乡的怀念 年轻不忘 表远复了以后 发生很大变化 他没有来再继续 在参加仪式之前 他特意到父亲以前生活的祖屋去看一看 几十年来 这座祖屋依然有族人照顾着 保存完好 那你妈我考虑一考虑 这是我的祖父 这是我的祖母 老人家高兽 七六年过世 你知道吗 那年强强是我父亲癌症 四年后他也过世了 非常遗憾 所以我对这个老人家 祭故 祭故 阔别家乡多年 欧阳新华替去世多年的父亲 回到了祖屋 拜祭先祖 了却了一个多年的心愿 在村民看来 欧阳家乡是心怀国家 心系民族 继承了先祖 结义之志的子孙 为家族增光天才 按照传统习俗 每逢五年唯一大祭 这是祭祀先人的重要日子 2014年 是欧阳家乡 一百零五周年的名诞 在祭祖大典前 村民们特意为家族的 这位结义之士 树碑立传 彰显他的丰功伟绩 欧阳家乡将军 是我们的开国将军 欧阳家乡同志之一辈 是革命的一生 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他的精神 是我们光荣和荣耀 祠堂里 无论男女老幼 人们都在抬头仰望 这种仪式成为了所有人心中 最为崇高的荣誉 参加钓员祭祖仪式的欧阳氏族人 从其他省市 不远万里赶回了家乡 在族人看来 无论离开了多久 相聚有多远 只要在这一刻 回到家乡 就都是一家人 爱 跳石子吹 当秉承祖仙之嫁碎 万代如昌 在天之民 永远安息 饮水思源 追思祖先的品行 故土难离 唤起心中难忘的乡情 隆重的仪式上 家族血脉的延续 结义精神的传承 成为族人心中 最为珍贵的时刻 相处是 四目手中的那根丝线 风风步步的岁月 还那么好看 相处是 老家屋顶上 那里炊烟 月月轻轻的呼唤 还那么温暖 相处是 故乡门前的那条小河 活动乱条的童年 在心中撒花 相处是 老家书馆上 那只鸟窝 碎碎念念的梦里 总能浮华春天 记住相处 只要一轮明月 你就记住了梦哪来源 记住相处 记住相处 只要一声情欢 你就过度了 你就过度了 思念的心血 相处是 抓不住 不回不去的从前 忘了道别的边界 像风转断了线 相处是 剪不断离海 乱的怀念 尝在隔离 随在桥里 月酒也浓烈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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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路 请不吝点赞 国路 parab ragon людям 我们 可以